《音響》 接著在瑞典 韋斯特羅·斯時的約翰 今年39歲 是一位音樂製作人 音響工程師 約翰至少天之聰明 長大後 富有音樂天賦的他 不僅彈一首好鋼琴 中線長作曲 不幸的是 父母離婚 造成他心靈極大的傷害 加上膠有不慎 年紀輕輕 就染上了毒癮 從此一缺不振 吸毒食煙淤酒 長達二十年 約翰在回憶那段經歷時 感慨說 不堪回首的往事 經常令我有一種罪咎感 我曾飽受毒癮折磨 嘗試了各種方法解毒 但都是失敗告終 我不知道人生存 為什麼會這麼痛苦 心裡總是空蕩蕩 直到一位老朋友 將法輪功介紹給我 我似乎在黑暗中 見到曙光 學法練功兩個星期之後 約翰就輕輕鬆鬆 奇跡地 戒了近二十年的毒癮 沒多久 不僅煙酒都戒了 就連困擾他多年的花粉過敏症 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親身受益之後 約翰想把法輪功主要的著作 轉法輪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他說 這本書告訴你 如何去做一個好人 法輪大法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跡 我只是其中之一 這是事實 不是靠謊言 就能欺騙到人 我希望我的故事 能夠令更多的人 花點時間來瞭解法輪功真相 只有明白了真相 才能辨別是非是惡 不再受中共的謊言迷惑 約翰還想告訴全世界的人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同時祝願所有善良的人 在各種危難面前 在善與惡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 都擁有光明美好的未來 在善與惡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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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作出正確的選擇